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 近日公布2022年台湾专利申请台名情况 在台湾本土的法人专利申请情况中 台积电以1534件位列第一 发明专利占比100% 尽管同比下降了21% 但仍然连续第七年高居首位 红旗以530件位列第二 友达光电以505件位列第三 与台积电差距很大 研发科以412件位居第四 专利申请同比增长了58% 前100名中,还包括南亚科 群创光电、瑞域半导体、鸿海 台达电、立基电、晶元电、环球晶、世界先进等企业 台湾之外企业中,美资企业表现出色 应用材料公司以881件专利申请领衔 高通公司763件紧随其后 三星电子为675件 以Top100统计 台湾企业2022年申请了12771件专利 同比增长4% 其中发明专利增长4% 台湾之外企业2022年 共申请了14556件专利 同比增长3% 其中发明专利增长6% 同时,晶元代工龙头台积电公布了 2023年1月份营收 无惧淡机效应与开工日子减少冲击 1月营收金额为新台币2000.51亿元 这是台积电1月营收首度超过2000亿新台币 为币年同期新高 也重新占上2000亿元大关 成长幅度较2022年12月成长3.9% 较2022年同期则是成长16.2% 然而,台积电预计一季度的整体表现并不会太好 该公司表示 因终端市场需求持续疲软 以及客户进一步库存调整影响 预计一季度营收约167亿至175亿美元 以新台币30.7元对亿美元汇率计算 营收金额约5126.9亿至5372.5亿元 若以中间值171亿美元计 较2022年第四季下滑14.1%至18% 毛利率介于53.5%至55.5% 营业利益率介于41.5%至43.5% 因此扣除1月份2000.51亿元营收 接下来2、3月平均营收金额超过1564亿元 即可达成猜测目标 业内人士也表示 未来两月客户去库存的影响将增大 台积电2月及3月平均单月营收 恐将跌破2000亿新台币 预计约1563亿至1686亿元 较1月下滑于15% 台积电财务长兼发言人日前也表示 尽管台积电领先业界的 5奈米制程持续放量 台积电第四季的营收表现 仍受终端市场需求疲软 及客户库存调整影响 迈入2023年第一季 因总体经济情势依然缠弱 终端市场需求持续疲软 客户库存调整 将更影响台积电业绩 市场方面也出现不同趋势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披露 摩根大通与华尔街大行高盛 递交了截至2022年12月底的 第四季度持仓报告13F 据统计 摩根大通第四季度持仓总市值 为7585.55亿美元 上一季度总市值为 6963.76亿美元 环比增长8.93% 摩根大通在第四季度的持仓组合中心 增了790支个股 增持了3032支个股 同时 摩根大通还减持了2417支个股 并清仓了659支个股 其中前十大持仓占总市值的17.17% 其中摩根大通增持了 辉达、特斯拉、AMD等 但减持了台积电等 高盛方面 第四季度持仓总市值达到4467.77亿美元 上一季度总市值达4325.72亿美元 市值环比小幅上涨3.28% 高盛在第四季度的持仓组合中心 增了444支个股 增持了2243支个股 同时 该机构减持2628支个股 清仓733支个股 高盛在四季度的操作与摩根大通相反 其增持了台积电、亚马逊、辉达、减持了微软、特斯拉、Meta等 进入2023年 台积电之前就观察到消费中端市场疲软 如数据中心相关等中端市场也开始转弱 随着客户和供应链持续采取依应措施 预期半导体供应链库存将在2023上半年大幅降低 以平衡至更健康水平 若以美元计 台积电2023上半年营收预期 将比2022年同期下降中至高个位数百分比 那么业绩拐点何时再现 由于台积电预期 上半年美元营收将较去年同期 减少个位数百分比约4%至9% 另外观察到某些需求趋稳的前兆 随着供应链库存大幅降低 需求渴望于下半年稳健回升 2023年美元营收将微幅成长 业界相对更乐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 相关人士预期台积电1月业绩 主要反映农历年前备货需求 后续极单效应在今年二季度浮现 近期晶圆代工厂产能利用率普遍下滑 联电产能利用率由先前满载转为七成左右 由厂商部分生产线产能利用率仅剩五成 有一阶列人士表示 2023年第一季度 台积电5奈米4奈米工艺节点产能利用率 将降至75%左右 第二季度可能会降至70%以下 近期其弹性上班制度 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 然而在3奈米方面 苹果最快会在2023年年底推出24英寸iMac 这款新品跳过M2系列晶片 首发搭载苹果M3 爆料指出 苹果M3晶片采用最新的台积电3奈米工艺制程 这颗晶片不仅会应用到iMac上 今年下半年要登场的MacBook Air以及未来的13英寸MacBook Pro和Mac Mini等产品也会使用M3晶片 并支援创新的台积电FINFLEX架构 并外 据The Information引述知情人士的2月中旬消息称 Google在研发自家的伺服器晶片已取得进展 预计由台积电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 2025年开始采用这些新晶片 目标是降低营运数据中心的成本 并跟上云端竞争同业亚马逊的脚步 报道称 Google的伺服器设计团队研发两款 基于ARM技术的伺服器处理器已至少两年 台积电可能在2024年下半年开始量产这两款晶片 对此 Google的发言人表示 不会对传言置评 台积电也不愿响应置评请求 另外 台积电仍在稳步推进先进制程产品线 攸关台积电2奈米厂的中科二期扩建工程 于2月上旬通过环评大会审查 预估产值达5014亿新台币 业界预期2023年不含记忆体的 整体半导体市场年减约4% 晶圆产业下降3% 但对台积电而言基于强大的技术领先及差异化 将继续拓展客户产品组合并扩大潜在市场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